好 然後煞車 對 煞車 然後 大家好 我是溫宗醫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頸椎小面關節 病變所導致的一些疼痛 包含脖子痛與背痛 甚至是膏肓痛的原因之一 那針對膏肓痛的問題 我們之前有用一支影片詳細的續述 歡迎點擊影片的連結 了解肌肉神經所造成的膏肓疼痛 那對於頸椎來講 頸椎本身其實也有可能是造成疼痛的源頭 今天我們專注在小面關節導致的疼痛 其他還有包含 椎肩盤以及肌肉或是神經的問題 這部分我們可以留在之後 再跟大家詳細的介紹 頸椎總共有7頸 每兩節之間會有一個小面關節 頸椎與整骨以及胸椎之間 總共會有8個小面關節 因為涵蓋的範圍很大 且每一條神經會分別影響 上方與下方的關節 導致相鳴的小面關節 所產生的疼痛範圍有所重疊 找出造成疼痛的小面關節 變完整了治療 就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頸椎小面關節為什麼會發生畢變呢? 常見的原因有兩種 一種是過度的使用 因為工作姿勢 或者是使用習慣導致的病變 常常出現的症狀是 久坐或者是早上起床 這時候都經過我們長時間 維新的姿勢沒有活動 之後就開始出現很痛 包含有些人早上上班使用電腦還好 可是下午就會出現手麻 高慌痛等等的症狀 那這些就是常見的小面關節 過度使用防肌的不舒服 另外一個常見的類型 是我們講的揮邊症後腿 是指脖子先過度往前彎 接著後仰的動作 好像鞭子甩出去打了一下 會造成頸椎小面關節過度的拉扯 而產生關節囊的撕裂傷 最常發生這樣的狀況 是在交通事故中 包括開車騎車都有可能會遇到 那受傷後常常都會出現 脖子疼痛等症狀 那在美國或歐洲等國家 這種受傷的比例其實相當的高 投計只出門1000人 其實就有3到6人會發生這種狀況 台積灣紀念的交通事故居高補降 出門開車騎車 其實都應該要特別小心 不只是本來就應該要禮讓行人 按照規則好好的騎車或開車 更是能保護好自己的頸椎 連續剛剛講的受傷 一旦像遇到這種揮邊症候群 往往會產生後續的疼痛 造成生活或工作上很大的困擋 那有研究統計指出有80%的個案 在受傷後的一年 仍然有活主痛、肺痛的症狀 那甚至有40%到50%的個案 會出現慢性的疼痛也不是 那如果真的發生了剛剛講的車禍事故 導致揮邊症候群受傷 什麼時候應該要處理呢? 其實是在受傷後的最初的3個月內 積極的治療 只要在受傷的6個月內 不舒服的症狀 緩解到不影響日常生活或是工作的程度 就有很大的機率 減少演變成慢性疼痛的症狀喔 那以下是不同小面關節所對應的症狀 頸椎最上面就是我們的整骨 頸椎第一節之間的交接處 那這時候發生問題的話 會導致的疼痛是在我們的後腦手 就是在躺枕頭再往上的地方 有些人甚至可能會覺得是頭痛的症狀 那第二個是頸椎第二節的小面關節產生疼痛 那就會剛好發生在我們躺枕頭的位置 也就是整骨這個問題 那這部分其實承載我們脖子很多的旋轉動作 那周圍身帶的健康 對於頸椎的穩定度相當重要 頸椎二、三節的小面關節 當然它是由第三整神經支配 其實是脖子造成頭痛的主要原因之一 這部分俗稱叫做脖子造成疼痛 除了檢查我們整大整小手機以外 頸椎第二、三節的小面關節也需要一定的檢查 因為頸椎二、三節的小面關節疼痛症狀 會與剛好講的頸椅性疼痛出現一個重疊的現象 第四、五節的小面關節是我們最常 因為脖子往後仰 然後再加上一個旋轉動作 會引發疼痛的關節 所以如果你今天往後仰 再往右邊轉 那就有可能會壓力 刺激到其中一邊的頸椎小面關節 你可以自己用這個動作去測試看看 是不是有活動度變小的俗進 甚至會引發疼痛 那這一部分的疼痛都會出現在 在我們的脖子正後方的區域 剛剛講包含頸椎三、四節 以及頸椎四、五節的小面關節 就是手直接往後摸 脖子的後方疼痛的區域 那針對小面關節的治療 一般來說透過姿勢調整 就可以避免我們剛剛講的過度使用 或導致小面關節的病點 包含避免久錯 搭配一些適度的運動訓練 都能感受小面關節的壓力 如果是中重度的小面關節 可以透過注射治療改善 目前從修復的關點 可以使用高濃度葡萄糖 或者是自己的血小板比較低 精準地將每一節有問題的小面關節 完整治療 在促進關節囊 恢復健康的活動度的同時 也能夠改善疼痛 再來我們就細講一下 注射治療小面關節的重點 以及關鍵 除了前述我們講的 相邻的小面關節會對應到 類似甚至相同的疼痛區域 這部分我們需要把相邻的小面關節 都完整治療以外 其實每一個小面關節 它都是一個硬體的平面 所以如何完整治療小面關節呢 應該將小面關節由內到外 做一個完整的注射治療 才能夠整體的強化小面關節的 關節囊的穩定度 讓這部分對於疼痛的症狀 能夠更有效的改善 所以治療小面關節並不是 從痛的臉打一針就結束的簡單治療 如果透過上述講的調整姿勢 運動訓練 甚至傳統的復健治療 包含拉脖子等等的處理方式 都沒有辦法有效的改善 脖子痛及上背痛的症狀 透過注射完整治療造成疼痛小面關節 是在考慮頸椎手術之前 可以評估的選項 今天就是完整的跟大家分享 頸椎小面關節疼痛會造成的疼痛位置 以及可以如何治療的方法 最主要是小面關節疼痛的注射治療 其實可以有效以及長久的改善 小面關節病變所導致的疼痛 我是這個觀眾醫師 很開心能夠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內容 歡迎繼續關注我們的頻道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給我們一些鼓勵 寶寶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謝罪玉鐺 sacrific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